再来看的是年纪有一点大的选手 这是国内第一届EMBA篮球联谊赛开打了 包括台大师大等EMBA的学生跟校友 脱下企业家或是女强人的装扮 穿上了运动服 要在球场上一针高下 比赛一开始 场边激起热烈欢呼声 不过仔细看看奔驰在球场上的 有年轻以及白发花白的球员 原来他们全都是读了EMBA的高阶主管 各个来头不小 全都聚集在台大体育馆以篮球会友 能够联合我所有全国EMBA 一起大家来参与 所以事实上比赛的成分第一点 主要还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把大家的团队的那种动人激发出来 号召台大师大政大技能大学等 就读EMBA的学生和校友 举办第一届篮球赛 学生们参与热烈 身份从副总到主人阶级都有 让平常工作繁忙严肃的主管们 在球场上来个大解放 从进攻到投篮 各个有模有样 像这位台湾科大的女选手 一上场就带球上篮 攻下两分 除了是顾问公司的高阶主管 更是女篮前国手 其实有这个聚会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自己也很遗憾 在我自己念EMBA的时候 我没有把它弄成功 一二三跳 篮球强调团队合作和EMBA 管理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 会让所有学生们除了在办公室动脑袋 还能身心调节更健康 有点TV 林敏昌 吴欣伦 台北报导